好,我们各位海外的,纽约的,洛杉矶的,还有温哥华的,还有多伦多的,比利时,巴黎,西班牙,意大利,还有我们日本的海外佛友们。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我们新年即将到来的迎新年的一个开示。 也是首先,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学佛精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喜充满。 每到一个年尾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更多的接触, 也希望我们这么多的海外的那些弟子们和学佛的孩子们能够弘扬佛法, 记住自己到人间来的责任,因为我们到人间来不是来吃喝玩乐的, 我们是要好好地来救人,来改变自己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修。 也是非常高兴的,有这么个机会,今天给大家做个视频开始,在空中相会。 弘扬佛法实际上是我们学佛人的基础,拜佛人的根本,成佛人的责任。 所以一定要弘扬佛法。 我们一个能够救度别人的人,他才能让别人得到佛法。 他自己要懂得,自己是人间的菩萨,要懂得自己在学佛当中度人。 因为我们已经是学着菩萨在度人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努力, 要做一个实实在在,让观世音菩萨放心的人间的佛的弟子。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海外弟子们,要更进一步地努力。 台长,也是恭喜你们,能够人生难得,精以得,佛法难闻,精以闻。 所以希望你们在2016年,更好好地努力,弘扬佛法,救度众生。 那么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荣天护法。 我们感恩诸位法师,还有居士,还有我们所有的佛友们, 在2015年,一起都在救度全世界的有缘众生。 这也是我们一种欣慰,希望大家继续再接再厉。 今天,我们能够用佛法来洗涤我们的心灵。 因为人的心,现在在社会上变得非常地肮脏。 因为我们现在有利益的事情,我们就去做。 没有利益的事情,就不想去做。 所以,当你有利益的时候,你做的时候,你就会带来烦恼。 当没有利益的时候,实际上恰恰是一些慈悲和善良的事情, 大家都不愿意去做。 这样,你就失去了佛菩萨的佛光菩造。 所以,希望我们学佛人能够得到菩萨的甘露之论。 所以,每一天要把菩提心速速发,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菩提心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发挥出来。 智慧灯要常加油。 就是每一个人要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要经常地自己为自己添砖加瓦。 也就是天灯加油。 希望大家要懂得,学佛是一个长期的。 要一个人能够学佛学得好,他就要改变自己。 不能骄傲,不能狂妄,不能看不起别人。 又不能贪,又不能称恨别人。 又不能做很多的愚痴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在苦难当中就这么离开了我们。 有的人带着一生的病痛就这么离开了我们。 而我们今天是学佛人,我们是救度众生的人。 所以,首先要改变自己。 看人间要看得淡一些。 心和气平者,摆伏自己。 就是说,当一个人心很平,气很稳的时候, 这个人一百个福气都挤在你的身上了。 所以,要无我心。 就是说,舍己地去救别人,心尽平等。 这就会得到菩提心的大智慧。 所以,学佛人实际上就是要学菩萨的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就是一种能量。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什么都能解决。 当我们这么多佛有在海外的时候, 当你碰到很多苦难的时候, 如果你有智慧,你会克服困难,会去除烦恼。 你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够以坚强的心来把自己的一生好好地把握住。 而很多的人,他没有智慧,他碰到事情,他就会突然之间觉得人生空虚,无常,没有一种可以依赖的东西。 那就是失魂落魄,慢慢地就会失去自己的慧命。 所以台长需要大家,要懂得无我,要学会两种。 一种是人无我,就是说在自己的所有的做人当中,要先想到别人。 只要有人的地方,你要先想到别人,要没有自己。 母亲只要有人,就想到家庭,想到孩子,对不对? 所有的人要有慈悲心,就会想到别人,忘记自己。 这样的无我,你会破除烦恼,就是烦恼的障碍。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有烦恼? 就是整天的我失去了,我难过了,为什么他对我这样? 为什么我得不到,同样我也付出了,我为什么比他少? 我为什么怎么?永远是个我,他就永远有烦恼障在心中。 所以一个人自私的人,他为什么会不开心? 因为他有我字。 台长希望你们还有法无我,法无我就是学会, 不管有什么好的东西,不管有什么好的事情, 先让别人,我们自己不要有,先让给别人。 实际上当你让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在破锁智障。 也就是说,你破掉了你自己心中的所有的智慧的障碍。 为什么? 你给别人,别人会回报给你。 你帮了别人,别人会对你更好。 你把自己心爱的东西送给了别人,别人会感受到你的爱, 会给你更多的一生的回报。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智慧。 如果你天天想着自己,别人好的东西都不给你, 你就有智障,就是智慧的障碍就出来了。 所以一个人要无我,很不容易,就是要做到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就是要舍去自己的私心,来成全所有众生的公心。 所以要顺着别人来做。 就像我们大家在一起,你们北美啊,还有多伦多啊,比利时啊,欧洲啊,还有意大利啊,还有日本。 你们这么多的共修会,难道每个人想的都一样吗? 难道你们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吗? 每个人要有事情,都可以想出自己的理由出来。 为什么大家能够团聚在一起? 为什么大家能够一起学佛? 一起听师父的开示,因为大家都把自己的时间放下了。 大家来凑着这么个时间,一起聚在一起,在救人,在弘法。 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讲,希望你们要懂得把握好机缘。 我们做人应该用平等心。 平等心实际上就是要去除心中的染源。 染就是污染了。 很多的缘分被污染之后,你就不能成为一种好的缘分。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缘分有好几种,有的善缘,有的恶缘,这是大的分。 那么善缘来了之后,你没有好好地保护它,利用它。 你慢慢地就污染了。 举个简单例子,太太嫁给你,对你很好,你没有好好地珍惜它。 然后你觉得你对我是应该的,你对我好是应该的。 慢慢地你就染上了一种不好的,觉得这是应该的。 时间长了,这种善缘就会转变成恶缘。 所以染缘就是变化所染。 所以一个人的心本来是很善良的,慢慢地时间长了,他就转换转换,他的心就污染了。 所以很多人说,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他慢慢地染缘。 那么一个已经不好的良心的人,他怎么会转换成一个善良的人呢? 就是因为他也是在慢慢地转变和染。 所以叫染灼,就是正在进行。 所以我们听闻经,就是听闻佛经也要小心。 我们做人要小心,做事要小心。 因为因缘有时候比较来得晚。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活到很大了,他才碰到,哦,我有这个因缘。 有很多人一辈子也没出过国,突然之间跑到美国去了,到纽约去了,或者到多伦多,或者到欧洲去了。 那很多人去了之后,他觉得我自己为什么会去呢? 我不知道。 我稀里糊涂了,就到了这个国家了。 实际上是一种缘分。 当你拥有这种缘分的时候, 然后你实际上就是染灼了当地的这种缘分。 然后你自己要看这个缘分对你好还是不好。 就像我们今天突然之间闻到了佛法, 很多人非常的珍惜,天天念经学佛。 有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 那你慢慢地就失去了这个佛缘。 所以台长叫你们懂得因缘会晚到, 因缘也会找到, 不要着急, 有缘分一定是你种下的因。 如果你今天没有得到你所想拥有的一切,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种上你的善缘。 所以台长希望你们要懂得, 学佛慢一点没关系, 但是心要善一点。 我们最怕走错误, 我们最怕不懂得怎么珍惜生命, 生命有限, 误入歧途你就真的来不及了。 所以学会不误入歧途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就是指持, 指就是停止的指, 持就是持拥有的持, 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诸恶, 今天别人叫你去做一件事情, 说可以给你得到一些回报, 但是会伤害别人。 你要指持, 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心定住, 停得下来, 就是指持。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步, 他控制不住自己才会做错很多的事情。 所以过去佛门里讲, 为什么方丈要拿着这个残障, 指持啊, 所以他往地板上一插, 就是代表告诉大家, 我的心是无比的坚定, 我的心就是指持, 什么都不能动摇我,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善法, 一个人做的善法与光明本性相应, 一个人只要有善心, 你的心中就充满着光明了, 一个人只要不肯帮助别人做善事, 你的心中就会充满着恶念, 所以善实际上就是光明了, 所以一善皆百哉, 我们学博人要以善为本啊, 不停地拥有光明心, 久而久之, 你心中恶念和恶法的种子就会被降服掉, 就算你很自私, 但是你一直在行善, 慢慢地你就不会做错事情了, 所以我们要守住身口两叶, 身体绝对不能做坏事, 嘴巴不能做坏事, 所以过去讲守住二叶, 台长说, 身口一三叶都要守, 现在我还给你们加一个叶, 你们的守叶也要跟我当心, 因为很多人现在嘴巴不讲, 动作没有, 脑筋讲起来也不行, 但是他手不停地在发短讯啊, 他在写不好的文章啊, 他在做很多用短讯来污蔑攻击别人, 这也是一个恶业, 所以要学会守住自己, 叫自尽其意, 自己把自己的意念要完全地弄干净, 叫自尽其意, 那么你的心地才会存真, 所以一个人心地好不好, 人家说, 人家说,哎哟, 这个人心地很善良, 实际上就是看看你的心地, 地是什么, 这块地啊, 你的心里面这块田啊, 你这块田如果是很善良的, 就会种出好的种子出来, 你今天把世界上恶的, 五着恶式的不好的东西, 全部进入到你的心地里边, 这块地里边了, 那这块地长出来的一定是恶的种子, 所以心地善良, 讲的是你心中有块田地,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 学博人要忍人所不能忍, 正常的人被人家污蔑一句, 哎呀, 被人家讲一句不能忍耐了, 要跳起来要骂, 要跟人家争吵, 而我们学博人要忍耐, 就算别人冤枉你了, 就算别人对你不好了, 要克制, 要忍耐, 忍人所不能忍, 也就是说消除了人的一种劣根性, 所以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菩萨不好, 菩萨会跟你斤斤计较吗, 对不对啊, 菩萨永远站在那里笑嘻嘻的, 而你们就要跳了, 所以要学行人所不能行, 就是你做的行为要别人做不到的, 人家不能做到, 你能做, 别人五点钟在睡懒觉, 你五点钟起来念经, 别人在家里喝咖啡看电视, 你在这里天天念经, 烧小房子, 这一切都是别人做不到, 而你再做了, 别人下了班回到家里就想休息, 而你下了班还要来念经做功德, 这就是行人所不能行, 他想说要静坐呀, 为什么人要坐在时候, 人的思想就静下来,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一个人要发脾气的时候, 最好先坐下来, 就不会发脾气, 当一个人想发脾气的时候, 你们看好了, 坐不住的人就要发脾气了, 你去看, 一发脾气就想站起来骂人, 对不对啊, 哪有啊, 坐在这里骂, 骂不长的, 站在那里手指着别人, 他才会义愤天赢, 所以近思的人, 他才能长思几过, 经常坐在那里想一想, 我丢人吗, 我做错很多事情吗, 我曾经做错了多少,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啊, 我难为情吗, 这些事情讲出来, 会不会被人家耻笑啊, 想一想啊, 你就慢慢坐得下来, 所以人家说坐不住了, 坐不住, 你看他坐不住了, 坐不住, 他就急了, 急了就要发脾气了, 所以发脾气的人都是站在那里的, 所以要静坐长思几过, 闲谈不论人非, 就是谈谈开开心心的事情, 也不要去说别人的是非, 所以闲谈就算讲, 哎呀你好啊, 好久不见了, 也不要说, 你看我可好久没看见他, 你看这个样子现在瘦的嘞, 这个人讨厌的嘞,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东方电台以后到美国来开法会, 到欧洲来, 看见你们好久不见了, 半年没见了, 看见, 哎呀你好你好, 哎呦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你怎么瘦得像, 哎呦吓人哦, 你这种心都是污染着你自己的内心, 看到了就是光明, 看到了就是善, 所以我们常生忏悔心, 常生惭愧心, 你们惭愧不惭愧, 你们活了这么大了, 你们做了些什么有益于人名的事情, 我们学博人说, 你今天活到这么大了, 你做了多少有益于众生的事情, 你帮了几个人, 你没学博之前, 你会这么帮助别人吗, 你会这么走出来, 为了供修会, 做饭啊, 出去发传单啊, 去帮助别人, 你有过帮助多少人, 常生惭愧啊, 常生忏悔心啊, 我想一想是对不起爸爸妈妈, 对不起学校的老师, 对不起自己的身体, 把身体弄得这么乱七八糟, 身体弄得这么糟糕, 浑身都是病, 你就是对不起父母亲, 对不起自己啊, 所以家中不管, 有什么事情, 要眼道守道, 在学博人当中, 要心道意道, 今天我磕头了, 对着观世音菩萨了, 我就要心道观世音菩萨这里, 我才会求得灵, 我意念到了, 我就求得很灵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人啊, 忧郁啊, 烦恼啊, 和痛苦啊, 都是连在一起的, 他们一忧郁, 马上就烦恼, 一烦了, 就解决不了, 就痛苦, 所以呢, 每几分钟啊, 就有几十个人, 会在忧郁症当中死亡, 所以这些情况, 就等于每一个人, 在困难面前, 在自己所设的障碍面前, 倒了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 每分钟就有几千人, 在癌症面前倒了下去, 因为他们的精神, 完全没有依靠, 他们觉得没有希望, 所以想保佑自己平安, 好好修心, 好好学佛, 虽然心很难控制住自己, 必须学会控制, 虽然人间的欲望, 很难控制自己, 让自己放下, 我也要放下, 因为这些都是假的, 所以人不能在痛苦的折磨之下, 我们失去了精神和灵魂, 所以很多人为了钱, 脸都不要, 很多人为了一点明和力, 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这些人是失去了自我意识, 所以学佛人就是要找到解脱, 怎么样来改变自己这些劣根性呢, 那就要懂得慈悲, 要学会慈悲, 懂得宽容别人, 为别人想, 为别人难过, 佛法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为别人所着想的人, 如果这个人在人间, 他不为别人想, 是没有人愿意跟他交朋友的, 想一想, 你们谁愿意和一个自私的不得了的人交好朋友吗, 没有吧, 我们这里至少没有, 我相信你们北美啊, 欧洲啊, 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一种人, 那就是自私的人, 台长希望你们要学佛达到一条解脱的路, 这条解脱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要从地狱走上极乐的一条光明大道, 想一想, 每一个人想不通, 痛苦的时候, 想自杀, 摆脱不了精神上的折磨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是在地狱当中, 但是他自己的心慢慢的想通了, 因为我的过去的所为, 因为我造的因造成了现在我们彼此的伤害,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脱离人间的地狱, 首先要在精神上想通想明白,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 想一想自己的过去就会越来越明白我的未来, 所以很多人看不到未来, 就是因为他没有在今天就想通, 所以要心懂得造地狱是你这个心, 你的情也是你造就地狱的情, 所以身心在地狱, 你怎么能够摆脱烦恼呢, 所以人要活在天堂上, 那么就要懂得好好学博, 知道人间世事无常,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呀, 师父教大家一个脱离负能量, 解脱自己的人间的方法, 当然精神上学佛要真正的懂得脱离烦恼, 但是在技术上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今天我们纽约洛杉矶, 还有温哥华多伦多, 比利时, 还有巴黎, 还有西班牙, 意大利, 还有日本, 我们这么多地区的佛友们相聚在除旧迎新年的时光, 你们要想一想, 你们2015年救了多少人, 你们2015年, 你们慈悲了多少人, 你们消除了自己多少业障, 你们能够让自己的心超脱到烦恼到, 超脱烦恼到, 这些都要好好地学学, 要修修,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要消除烦恼, 几个比较好的方法教给大家, 这也是师父在马上就要迎来新年之前, 给你们的一个礼物吧, 首先, 对外面来的干扰和烦恼, 还有一些辱骂, 让自己非常地不开心, 用什么方法呢, 学会用自己的内心来回答, 内心回答什么呢, 比方说, 人家说, 你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很坏, 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讲你不好, 你用心来回答, 关心菩萨, 我对得起他的, 我真的没有伤害他, 我没有做错过不好的事情, 这样, 你内心将所有的别人外界对你的烦恼和影响, 你已经在心里全部回答了, 那么你的心里一切都结束了, 所以人间烦恼会随着你的内心的回答, 而像把烦恼像垃圾一样抛开, 你抛出你的外心, 把心就抛开, 然后将回答的意念存在你的心底, 所以当别人再骂你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自然的有一个正能量的声音出来, 比方说别人怀疑你偷东西, 你观世音菩萨, 我没有偷东西, 我真的没有, 存在心里, 你回答了, 你就不会烦恼了, 然后存在心里, 你的正能量就拥有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用自己的内心来回答别人给你造的麻烦和烦恼, 另外, 让自己的心, 非常重要的就是想象, 明天我将要做到很多好事情, 开心的事情, 这样你回想过去任何一个令人开心的时光和事情, 你的心中也会充满着正能量, 所以当一个人烦恼的时候, 你就想, 我明天后天还有很多好事情要发生, 很开心啊, 对不对啊, 那就越来越开心, 是这个意思, 还有呢, 要懂得要有感恩心, 当你受到委屈, 愤怒的时候, 你不要难过, 你委屈, 你很愤怒, 你心中要感恩他, 感恩他, 给了我一种境界, 让我能够把恨心放下, 因为我没恨他, 感恩菩萨能够让我懂得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烦恼心, 让我懂得把自己心中念头, 不好的念头全部烧光, 所以这样的话, 你正能量慢慢地就会在心中长存, 如果你心中烦恼忧郁难过, 不能在一个星期当中全部扫光, 这些烦恼就会像毒药一样, 长存在你的内心, 我们说会进入你的八十天中, 慢慢地你就会积累成病, 所以生病的人就是长期的难过, 生气, 想不通, 他慢慢地就得胃癌啊, 肠癌啊, 所以人家说肝肠寸断,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希望你们要学会远离人间的烦恼, 因为我们人这个情绪它有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 这是烦恼的框架, 让你烦在里面出不来, 学博的人因为懂得今天所有的不代表明天拥有, 所以一定要懂得今天我们要消除业障, 消除烦恼, 我们明天会过得更好, 我们明天会过得更好, 今天呢, 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简短的开示, 也预祝我们纽约, 洛杉矶, 温哥华, 多伦多, 比利时, 巴黎, 西班牙, 意大利, 日本, 所有的同修们, 精进学佛, 精进修心, 好好地做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 要积极地努力, 不要浪费人间的一分一秒, 因为我们的时间不是自己集存来的, 而是拼命地抢回来的, 我们不浪费一分一秒, 就是我们跟时间和生命在晒跑, 所以我们过去做错太多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浪费了太多的生命时光, 希望你们好好地懂得这个道理, 抓紧2016年, 好好地努力度人救人, 让自己的心超脱人间的烦恼, 让我们的人能够拥有未来, 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地修行修心, 带领全世界所有的有缘众生去攀登我们佛的境界和我们精神的境界的未来, 祝大家新年愉快, 圣诞节愉快, Merry Christmas,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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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